你有沒有準備平安 給你 brothers and sisters 跟你旁邊說 跟你在一起真好 順便問一下你旁邊的人是誰好不好 and also get to know the person next to you 很高興我們教會今年慶祝52週年 very happy that we can celebrate 52nd anniversary 我們每年有一次的這個週年慶 every year we have an annual celebration 我考考大家去年請問週年慶講到是誰講的 and I ask you remember what we talked about who spoke last year 有幾位知道是李牧師講的 ok好 李牧師你不要說好 請問上你去年李牧師講什麼 記得嗎 anyone remember what pastor Lee spoke or deliver last year 有沒有人記得 李師母記得嗎 李牧師你不用難過 上個禮拜講什麼我講什麼他們都不記得了 但是我希望我求求你們 今天我接下來要說的 請你至少今年記得好嗎 oh I will ask that everyone remember at least this year's message that I'm about to deliver 首先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so I want to ask a question 你心目當中的理想的教育是什麼 what is an ideal church to you 可以旁邊問一下好不好 有人說是靈良堂 是哪一個靈良堂 全世界有好多靈良堂 他說Torrents靈良堂 那這樣子我們今天就不用講到了 so we may not need a sermon today 今天我從聖經 跟大家來看一個教會 so I want you to look at a church in the Bible 如果從聖經上來看的話 你覺得哪一間教會 是一個模範的教會 from the Bible point of view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the model church 蛤?還是靈良堂? 我們一起來讀短聖經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讀使徒行傳十三章 let's read Acts chapter 13 使徒行傳十三章 對不起啊 你必須要來聖經 因為我講到不會把經文弄出來 我意思是說主要的經文 所以我們看一下十步行傳 十三章 第一節到第三節 找到之後我們 所有的語言都一起來練好不好 來預備請 在安提拉的教會中 有幾位先制和教師 就是巴拉巴 從不理解的信念 土地帶人不求 與不公司使人 兩童兩童的馬鏈並掃火 他們失誤中心事的時候 聖經說要為我分開 巴拉巴的掃火 去做我照他的生活功 我今天要講到安提拉教會 是一個理想的教會 其實很多人舉聖經的教會 一定是舉耶路撒冷教會 但是安提拉教會 不單單是有耶路撒冷教會 它所有的這些優點 它還有一些是他們沒有的 這個教會 聖經上說基督徒的 我們叫基督徒 是從哪裡開始起手呢 是從安提拉開始起手 所以門主是從安提拉這個地方 叫為基督徒 所以你可以看見 不是耶路撒冷教會 開始叫他們基督徒 是安提拉這個教會 人開始稱他們叫基督徒 安提拉這個地方 是一個非常具有戰略地點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可以說 是神藉著安提拉教會 把福音從耶路撒冷 帶出到世界各地的一個 戰略性的一個地方 所以安提拉教會 跟耶路撒冷教會 最大不一樣是在哪裡呢 主要就是因為安提拉教會 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帶出去了 主要就是因為安提拉教會 安提拉教會 安提拉教會 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帶出去了 這是今天的土耳其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當年安提拉教會所在的地方 有一個在海邊 有一個很簡陋的一個茅草木搭的救生站 那個地方常常有船會出事情 所以他們這些村民呢 他們就派了一個救生員在那邊 有傳出事 他們就去把這些人救到這邊來 那麼時間久了之後 他們這個救了很多人 慢慢慢慢村民就開始 也募捐捐款給他們 開始蓋比較好一點的 這個救生站 後來這個地方越來越出名 這個奉獻人越來越多 哇他們就把這個地方 蓋成了一個很棒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俱樂部 所以從左邊的到右邊 那麼他們現在資金足了 而且工作人員也越來越多 然後設備也越來越好 所以他們就開始決定要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 成立理事會 他們需要有一些組織章程 他們就開始這樣做了 所以他們變得更大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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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的資金 後來當他們這樣子慢慢的之後 就開始招募會員 會員可以到這裡面去享受 這個很好的這一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可以做會員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的 這些的 benefit 結果有一天海上出了一個大船出事情 很快救生業就出去 把這些人救進來 就開到整個裡面 哇那些人真是用土 身吞傷很髒很髒 這些人就進來到這個俱樂部裡面 這時候馬上就產生了 有一些人就說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 這些人他們這麼髒 你看我們這個地板多麼好 把他弄髒了 所以他們就說 把他在外面打一個棚子 讓他們在外面急救他們 這個事情過後 他們還會討論這件事情 多數的人決定說 我們這個地方這麼好的設備 我們不能夠讓這些人到裡面來啊 我們應該要在外面弄一個棚子 以後有什麼急救的話 到外面去做 但是有少數的一些會員 他們說 我們救生站的目的就是為了救生 如果救生站不再救生啊 那就失去了他的目的 所以他們就決定出來 他們就到外面自己再用了一個救生站 然後慢慢出去了這些救生站呢 從很簡陋的慢慢慢慢開始了 他們也開始有了錢啊 之後就把它弄得很漂亮很裝潢 慢慢也變成了另外一個巨額 所以過了很多年之後 那個地方就越來越多的高級俱樂園 就準備 這個故事在講什麼 問一下你旁邊的 教會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教會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可能我們當中比較久的一些弟兄姊妹 在回想幾乎12年前 教會開始的時候 教會的設備 租場地 可能是很簡陋的 經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們搬了一個地方 我們到了新的地方 我們的設備越來越好 求主讓我們設備越來越好 不要變成高級俱樂園 教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福音 教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大使命 所以教會如果失去了大使命的意向 教會就變成是俱樂園 所以我們講到安提亞教會 它不一樣的就是因為 它是一個大使命的教會 所以安提亞教會是不同的 因為它是一個教會 它是一個大使命的大使命 我們都知道 我們寧靈堂的這個創辦人 找世光牧師 他就是一個追行大使命的一個牧師 但是聽說什麼 可能剛開始這個救生員 他知道他是為了救生而存在 但是經過了五十多年之後 希望我們今天的人還記得 我們設立這個教會 是為了真理救靈魂 所以我們一起來是講 所謂一個大使命的教會 這個教會 聖經上說使萬名做主的門徒 就是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所以這一個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包括從本地的布道 一直到海外的宣教 那我們先來看看本地的布道 我們教會有很多短宣隊 我們教會也有宣教士 我們教會也有宣教奉獻 這都非常好 但是我自己感覺在這六年服侍當中 我看見我們的弟兄姊妹 我們出去宣教 但是我們在本地好像不太傳 在這六年服侍當中 我看見我們非常有興奮 我們非常有興奮 但是我們不太有興奮 我們不太有興奮 所以就這邊我請問一下 我不知道我有一個統計書記給你看一下 我很快看過去 這個我就不看 看一下這個統計書記 這裡講到說在1993年的時候 他們統計說美國的基督徒 他們認為傳福音大使命是地方教會的責任 只有10%的人同意 那麼到了2018年這個比例增加了 感謝讚美主多少 百分之29 是不是 然後在1993年的時候 基督徒他認為他有責任傳福音的 這個比例是89% 但是呢 到了 2018年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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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換句話說 是增加了減少 減少 所以我們看見這些年 這二十幾年來 美國的基督徒對傳福音 漸漸的 他不覺得這是他的責任 請問上次你跟別人分享你自己的信仰是在什麼時候 可能每一個人不一樣 但是我記得要說好不好 在最近的三個月 你有跟別人傳過福音 分享你信仰有沒有 舉下手 聖誕節去唱詩歌不算 那個比較簡單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你個人去跟別人分享你的見證跟分享 好 我想我問這個問題就是因為 其實很多美國的基督徒 在整個大環境之下 他漸漸的不敢去跟別人分享 因為覺得問別人 這個是好像 這個是別人的privacy 聽說在美國的文化裡面 讓我們很多時候基督徒漸漸不敢開口 在美國的文化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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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他文化裡面 如果教會不傳福音 教會就失去他存在的目的 在基督徒漸有兩個異端 一個是耶和華見證人 一個是摩門教 他們是傳 我不要講他們傳福音 我認為是傳不純正的福音 但是他們傳得非常的積極 你在美國有時候你會看到 穿著制服穿著很整齊的 兩個年輕人有沒有 一起走出來跟你發單張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這些年輕人 暑假寒假時候 通通把他們送出去發單張 所以很多的這些 耶和華見證人 摩門教的這些人 他們覺得他們有個使命感 他們覺得以身為他們 自己的教會為榮 如果有人跟我說 牧師我想要去做海外宣教室 我會說請你現在的地方 把一個小組帶起來 如果有一個人說 他要去宣教室 他在自己這個地方 他都不敢傳福音 他不可能飄洋過海之後 就做一個好的宣教室 所以單元2019年 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福音的使者 好 那我們講到海外宣教 台灣的教會在這些年 所以在地方 在地方 在local傳福音 非常的穩定 但是很可惜的 很多mega church 卻沒有去做海外 跨文化宣教的這種負擔 對方說 對方說沒有 保羅出去 把這個福音 從耶路撒冷一直帶到 他所去的每一個地方 我們剛才讀到的這段聖經裡面提到說 這一些安提阿教會的 他們施公主禁食的時候 然後聖靈就說 要為我拆派巴拉巴和扫羅 去做我招他們的供應 所以保羅跟巴拉巴他們就開始出去了 你可以看見 他們從安提阿把這個福音 可以說傳遍了當時候 整個的這個歐亞徽山座所交接的地方 所以從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極做主的見證 就透過巴羅把他帶領完成了 各位姊妹 那麼我們來看看 這一個 這些的地方 如果你 可以看見 這個圖就讓我們看見說 保羅一直從安提阿 把福音帶到當時候的這個 這個歐亞非的這個地方 跨橫跨的山中 美國很有名的這一個 教會增長調查的專家 George Potter 他做了一個統計 然後他問說 你有聽過這個大使命嗎 好 那你看看這個數據 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國的基督徒說 No 沒有聽過 百分之二十五都說 Yes 但是我不知道 到底這一個 這段這個大使命是什麼意思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好 我現在來做一個調查 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大使命 有多少人知道 什麼是大使命的 舉手 Oh raise your hand if you know What Great Commission needs 好 你要舉高一點 我要點名名 好 彥琳請說一下 什麼是大使命 彥琳請說一下 什麼是大使命 OK 可能太久之前背的 來 我問一下 你知道什麼叫做大使命嗎 大使命這一個 這一個從哪裡出來的 經文是什麼 會背的各位一起來背 來試試看 來 預備 請 你們要去使用 他們做的 來 我會用神的名 給他們施洗 我就會讓你們 福在 直到世界的多了 Amen 好 如果你還不會背的 今天要把它背完 沒有背完的話 中午就不准吃飯 對我準備 如果我是一個 大使命的基督徒 但是我不知道 什麼叫大使命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一個大使命的教會 他不單單是在耶路撒冷 在我們所在的地方 在猶太全地 撒馬利亞直到地期 在同文化 在英文化 都要做主的見證 那麼這個是不同的年齡 對於這個大使命的認識 好 這個我就是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你是年輕人 你看看你的那一部份 你是年長的 你看看你的那一部份 你是年長的 紅色的是年紀大的 那麼一直這個年齡推下來 好 不同的顏色 各位準備 其實這個調查裡面 很多人他對於大使命不了解 是因為他根本沒有 是因為他根本沒有 沒有給你 等一下後面我們會談到這個 這個都有關係的 那麼從下面這個圖我們看 這裡有一個調查就是說 去教會的人 就是剛才我問的 你可以知道什麼是大使命嗎 所以他把這個不同的經文 愛神愛人等等的 不同的經文都放在這邊 好了 最後有多少人他知道呢 他知道呢 百分之三十七 所以這是在美國的一個 基督徒的一個調查的狀況 就是說百分之三十七的 美國的基督徒 他知道大使命 而且他知道這個大使命的經文是什麼 就這麼說 就這麼說 我們教會一直非常的強調 我們宣教是我們的DNA Amen 我再說宣教是我們的DNA Amen 我到印尼的林洋堂 我到印度的林洋堂 我都看到在他們的教會的上面寫著 去使外民傳福音給外民聽 但是一個大使命的教會 應該是怎麼樣子呢 美國做了一個統計 他說百分之八十五的人 他們把他們的奉獻 是奉獻在Local Church 當然這沒有問題 可是他要表達就是說 大部分我們關心的是什麼 還是我們自己的教會 教會有這些的奉獻 教會有這些的金錢 要放在哪裡呢 比例怎麼放呢 這就跟我們 是怎麼樣的一個關聯關係了 所以我們把錢放在哪裡 就是我們的價值 這是我們今年的預算 大家還記得嗎 這是今年的預算 這是今年的預算 OK 好 比如說我講這個 我們來注意看一下 可能大家以後就比較可以知道 多少 你要怎麼看預算 你看看我們的宣教奉獻有多少 多少 MEC 444000 百分之十三 OK 好吧 那其他的就是像金償費 金償費這個人事的支出 我們有很大的人事支出 在BLCCC跟這個我們的 這個全世界的同共 好 那我們來看 在這個安納漢 有一間韓國教會 這間教會叫做燈會教會 這間教會 1982年的時候 他們的主人牧師 從三個家庭開始建立起這個教會 從建立的那一天 他就跟這三個家庭 想說我們這個教會 要成為一個普世宣教的教會 所以他們就決定把教會的金償費 百分之五十就奉獻出去做宣教的經費 到今天他們已經拆開了兩百五十個宣教士 所以六十倍 那麼 我剛才說我們的宣教奉獻是多少 十三 十三 所以我們還有空間可以成長 你的財寶在哪裡 你的心就在哪裡 教會把錢放在哪裡 也代表我們把我們的心在那裡 好像很多人都在那裡 那裡 教會 一個教會 越給出去 這是神的原則 越給出去 就有給你的 不單單是錢才給出去 人才給出去 請問 請問 這一個 這一個 剛才我們說的這個安提拉教會 當時候他們拆配保羅跟巴拉巴 保羅跟巴巴是誰啊 保羅跟巴巴巴說是當時候教會最好的人才 如果我們有最好的人才 你會把它打發出去 還是留著自己用 誠實說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說一下嘛 來我們投一下票好不好 你會把最好的人才打發出去的舉手 只有機會 好 那你會把最好的人才留下來舉手 剛才沒有舉手的舉手 我不曉得我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還是什麼 耶穌說你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相信我們很多人心裡知道 身體上說是這樣子 但是心裡上面不願意 如果有一天你的兒子跟你說 爸我要出去宣教 有多少父母親說 YES GO 有沒有 父母親舉下手 上帝都在看哦 你們準備 華人教會為什麼出不了宣教史 甚至傳道人都很少 因為我們做父母親的不會把最好的給神 我們要怎麼樣 最好的要去做醫生 在不來也做個什麼 律師 你們寫來律師 那工程師呢 也可以 還有呢 會計師 再來什麼師 法師 教師 教師 教師賺過了什麼錢 你們 聽說聽說 聽我說什麼 我們什麼事都讓祂做 我們就是不讓祂做牧師 為什麼 因為牧師太恐懇 是嗎 聽說什麼 聽說什麼 一般人都不愿意讲自己年龄,我没关系 所以我有很深的迫切感 有时候我恨铁不成钢 OK,我尽量讲白话一点 游姊妹,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神 好,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神 教会要把人才带出来 安提阿的教会也让我们看见 这个教会非常看重人才的培训 保罗是被巴拉巴带出来的 保罗是当时候最优秀的人 所以巴拉巴把他带出来了 就影响了整个新约教会里面 开展了一个历史性的业业 就这么说我们需要培养人才 我们需要门徒训练 我们需要门徒训练 听说门徒训练不是我发明的 是耶稣发明的 是保罗发明的 是圣经上面里面告诉我们的 我们连长的要带年轻的 我们信主比较久的要带信主 刚信主的 所以我记得我们教会 当我进来的时候 我听到教会在谈到年度计划里面 曾经提过说 在我们的年度计划里面 排名第二的就是门徒训练 所以我们在六年前到韩国的Sauron教会 爱的教会去学习门训 我们把他带进来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 一步一步的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六年前到韩国的Sauron教会 我们带进了教会 所以不是只有上一个门训班来做门训 包括你在家里面 你怎么样子让你的孩子 就在家境里面 答应他们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模范的教会 它真是满足了神的心意 因为他们把最好的献上 他们有儿子是最好的 就献上去做宣教士 我们这边相反 有的时候我看见今天华人教会拼命在那边喊宣教 但是没有什么年轻人出来 就这么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所以我跟大家讲给心里的话 有人说牧师你为什么要出去宣教 你以为我喜欢出去 你以为我喜欢出去 我喜欢 但是你如果有机会跟我去看看 我去尼泊尔去了牧列 你牧师去过 好不好玩 几乎我们去那边 没有人不拉肚子 拉肚子 不被蚊子咬 我们去尼泊尔 我们去印度 我们去伊拉克 我们去这些危险 去这些地方干嘛 走发 No 我这个年纪坦白说 我们不需要再去这些地方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去 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准备去 弟兄准备你不去 你永远不会看见外面的世界的需要 你看到的就是在美国这些人 生活的很好 舒适的光景 你看不到在这个世界 有许多人过着贫穷 没有盼望的人生 所以你应该为着你的牧师 愿意出去感谢神 感谢神我们的方的赵世光牧师 他常常出去宣教不动 如果你们期望的是一个 在这个地方不动勿扬你们的 我只是代表我自己说话 那你们找错人了 我希望看见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 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 心中火热的在跟别人传的回应 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 看见我们的年轻人 愿意把自己最好的年轻的生命 愿意献上给神做传道人 做牧师 做宣教士 我不是说做医师 做这些东西不好 对不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一定要强调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传宣教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做牧师呢 那一定有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不觉得那个东西是好 所以 有必须有原因 人们不愿意去传宣教 OK 好 很快我要继续谈到 安提阿教会 之所以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 因为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导 其实你看安提阿教会 这是一个 我还记得有一次 李牧师提到这些话 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我们是什么 Diversity 那我再加上一个人 但是却Unity 你看看这里面讲的 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人 这些人 在安提阿教会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练一下这段圣经 中文一位一起来 好 预备 请 尤其为先知和教师先知巴拉巴 正不连结的信念 独立赖人不求 与分分的是王群 与同样的马链 并少了你 好 你看看 这个 这个西面 不是西方的面 它其实 这个地方 这个就把它翻成西面 它就是西门 西门 西门 那么 离结呢 拉丁文就是黑色的意思 Niger means dark black 好 所以呢 这里有 有这个黑人 这里还有古利赖人 路球 古利赖是一个什么地方 是北非的地方 所以有非洲人 有犹太人 马链是犹太人 最后的那个西里同样的马链 他是犹太人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 非常像我们教会 有没有 我们这边有 讲英文的 我们这边有讲 广东话的 我们这边有讲 普通话的 我们这边有中国来的 有台湾来的 有美国来的 还有香港来的 还有呢 东南亚 什么 印尼来的 各个地方来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比安提阿的教会 更不容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时候 希腊文是通用了一别 所以至少他们 他们就是除了希腊文之外 要不然就是希伯来文 那我们这边 比他多一个 对不对 我们比他多了 对不对 不同的语言 确实是比较不容易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过去宣教的经验 我越来越深感觉 语言不是问题 心才是问题 我看到我以前宣教工厂的同工 英国人跟美国人 开起会来 脸红脖子粗 英国人觉得美国人 讲话的英文很粗 美国人觉得英国人 讲的英文 但是给我准备 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不再分种族了 我们不应该再分脸了 是吗 所以做年轻人 因为你不要笑你的爸爸妈妈英文不好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会觉得你的中文很差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两代之间的这个问题 就是从这里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父母亲很努力想学英文 才尝试去了解孩子 那么做孩子你也尝试怎么样 学中文去了解爸爸妈妈妈 好 那我今天不是谈parenting啊 我现在 我要谈到说 那教会怎么能够同心呢 当教会 在一起祷告 就能够同心 首先谈到 美国做的一个调查数据哈 这个中文翻的不是很贴切啊 我不知道要怎么翻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通常你是怎么样子祷告的 那么他说 我百分之八十二的人 他说 我都是 silent 就是 我自己一个人 安静的祷告 OK 好 那么 这是最高道啊 所以其他的我们就自己看 那弟兄姊妹 所以表明就是说 美国多数的基督徒 他们也有祷告 但是他们的祷告 都是自己一个人 不出声的祷告 那我在这边要提到两点 根据这个数据哈 我想给弟兄姊妹明明 第一个就是 开生热情的祷告 有人说 为什么一定要开口大声呢 好 我先不要说大声 为什么要开声呢 你一个人末祷 你以为这个经验 末祷就很容易末祷 我说 末祷是最高的祷告 如果你不会开声祷告 你很难达到末祷 而不祷告的那个结果 那第二个原因 我们要开声祷告 特别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不开声谁知道你在干嘛 对吗 第二个原因 如果你不祷告声 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 对吗 你说我们大家应该一起祷告 你一定要开声嘛 是不是 而且你要开声让大家都听得到 开声也同时 当我们破戒的时候 我们会开声 是不是 你看足球赛的时候 看得很精彩的地方 你会怎么样 这样的吧 你会怎么说 你会怎么说 呀 然后呢 Go Go 是不是 奇怪到最后的人大家都变成狠实际 所以我常常回佛与堂的弟兄姊妹们 开声祷告 所以每次我说 一起祷告的时候 结果 你不祷告 那就不要 开声祷告 第二个 祷告 好 这段圣经历我们都很熟了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 告诉我们说 两个人同心合理求什么事 天父必为他们成全 所以不用怎么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教会祷告呢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参加祷告会呢 我自己在家祷告不可以吗 你自己在家祷告 跟我们在一起祷告不一样 因为圣经上这里说 当我们聚在一起 同心合理祷告 主必成全 在美国有一个小乡镇 有一次他们这个乡镇里面 开了一千九八 在美国有一个大 那么这个 这个教会 在这个乡镇的有一个教会 弟兄姊妹们就觉得很着急 这个酒吧影响他们 整个的风气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教会 祷告会里面祷告 那结果感谢在美主 祷告了之后 没有多久 結果有一天下大雷雨 打雷 閃電 就一電 電擊就把酒吧燒掉 結果這個酒吧就一撞告到法院出 說法官我們告這個教會 因為他們的緣故 所以我們酒吧被燒 後來去審判的時候 你不用猜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贏 誰贏不重要 法官說的一句話很重要 法官說這個酒吧的主人 他不信神 但是他相信大告 但是你們教會呢 你們信神 但是你們不相信禱告 因為當法官問他的時候 教會的人代表說 他說法官 我們沒有做什麼事情啊 我們是冤枉的 我們只是禱告而已 給你旁邊的說 你要相信神也要相信禱告 最後 你可以看見在這段聖經裡面 兩次 如果加上第四節的話 三次 是不是 是不是 兩個次 你看 當他們在一起禱告的時候 聖靈說 是不是 然後第四節說 聖靈猜 所以安提安的教會 他們是禱告的教會 他們凡事來禱告 他們在教會做宣教的這些事情 拆敗保羅跟巴拿巴的這些事情上 他們禱告然後聖靈就說話 拆遷他出去 所以安提安提安是一個教會 因為他們禱告的教會 他們禱告的教會 然後他們禱告的聖靈 因為聖靈的聖靈 因為聖靈的聖靈 我想我們不管你是在教會服事 或者你是在你的家裡面 我不知道當你決定事情的時候 你禱告的事情 你會否禱告 大部分的美國人什麼時候禱告呢 在他有碰到問題的時候到晚 有多少年輕人在尋求你前面要去拿個大學念書的時候 好好擋抱呢 有多少的年輕人你在結婚的時候 你會尋求說到底是不是這一個是上帝預備的 還是只要是高 帥 富 我就講 或是只要是高 帥 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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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第二件事 當我們在教會裡面服侍了同路 我要請問當我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時間在祷告 如果不是上帝要我們去做的 我們所做的就是晚 最後 最後 另外一個統計書就講到 美國人都在為什麼事情禱告呢 還不錯 還不錯 為感恩的百分之六十幾 這個是 這是為自己的家庭 為自己的家庭 為自己的需要打罰有百分之六十幾 所以表明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常常禱告的內容是為自己的家庭 為自己的需要 但六十幾 在聖經上告訴我們說什麼 我們先來練好不好 來 預備 你們要先求 你們要先求 請你注意 那邊說先求 它不是後求 它是告訴我們最重要的 先要求神的國和神的意 所以在你的祷告裡面 有沒有為著神的國來祷告 當你看到這個普世宣教的需要的時候 看到這個地方很多的有地震災荒的時候 你也會再為祂祷告 教會是一個宣教的教會 是一個大使命的教會 就是有國度的修行 當我們的祷告 要為著這個世界的需要 福音的需要來祷告 所以我們的祷告內容 不要常常都是指在自己生病的 病的醫治 我不是說這也不重要 各位姊妹千萬不要誤會我意思 可是你的whole life 可能你常常關心的就是這些 但是神要我們關心的 是祂的國和祂的旨意 能夠行在地上的土 行在天上 所以總結今天安提阿教會 所帶給我們的 可以說榜樣也可以說一個原則 當教會起來祷告 當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祷告 神就要來復興祂的子民 而這樣子的復興 你從教會的歷史裡 你可以看見 就會帶來那種影響性 長遠性的宣教的 movement 我們都知道韓國教會 在1907年大復興 這是110年前 然後在1970年 他們格里坦牧師區那邊講到 帶來一個福音的大爆炸 有大概將近八十萬的人信了耶穌 然後從1985年開始 韓國教會拆派宣教士的人數 就從本來是個位數 一直增長到今天將近三萬個宣教士 所以從1985年到現在 他們達到約三萬個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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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準備 這些東西 我講這些東西 我盼望把我們從我們自己的世界裡面 帶到一個更高的內容 把我們的眼光從我們自己的這個家裡面 從自己的世界裡面 帶到看見 從神的眼光來看見這個世界 我盼望我的年輕人 當你畢業的時候 當你選擇學校的時候 選擇配偶的時候 你不是只是看到這個世界上人所看到的 而是從神的眼光來看 神你要我做什麼 我們去導導 我們去導導 我們要去導導 我們去導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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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求你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持續地說話 让我们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 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基督徒 在新的一年 束缚我们的教会 因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你就要将复兴赐下来 并且要从我们这一个地方教会 把你救恩的福音带到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take your gospel of salvation to corners of the earth in Jesus' name we pr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